我再說雞南的事情 阿楊都在阿楊唱片 全執可憐亂飛載飛吧 也有載飛雅多次 大流行 好 很有效的 雞南的南七九色 印度舊生工具 在寡坡庫大舊生 也很荒動 有舊到很多的生意 分別有寡唱班 藝大班 一間加上 有分做立試的 分斑輪流胸口修容 這南七嚴格家石 將會成立 不過南七家石大舊生 之前就已經有修了一輩子 是沒有經過舊生工具 所照來的學生 這人數比較少 都是他加唱歌 加議題的學生 來出名的南方 阿楊的丹老平山的人 在這當時 也在南七家石 免費學音樂 因為如果阿楊的 兩個人幫忙南七家石 的這個十五 也還有過年了 所以說 由台免費學費 那麼丹老平在 在寫南七學生 學習過程的故事 如果導舊就在中華立法來選團 所以說 他也不用到學費 在旁邊 聽 不收錢的 這因為跟石金家 半年後 學生越來越多 過年 想要改建 這間房子 作為三棧老子 有五間教室 在這當時 學生做明主 後來在阿楊 有出手 這間房子有空間 做粘食的教室 改建的時候 可以作用 學生 王秀儒的爸爸 是在家裡的 營造上 免費寶崗 像這樣 當天 去一間三棧老子 王秀儒原來 是在台北 跟紅文昌 學唱歌 包括台南 希望說 要成為 唱片的寡親 到南七 繼續學習 他也很認真 過年本來 跟阿楊 老闆說好 要為王秀儒 落唱片 想不到 那王秀儒在阿楊 落歌 出名在後 以前在台北 落歌手品的 這個公司 翻頭要來找 因為現在 算有第一名 要叫他 還在落手品 王秀儒 拿去 因為 雀儒 完全 放他 不要這樣做 在那當時 阿楊手品 在市場 是比較強勢 所以說 官司 雖然是沒有簽合約 但是如果 如果是在阿楊 聲明在後 你想要離開 這個阿楊的當事長 創文化 一定會想起 禁止 王來 而且 不再為 離開的人 來落手品 我怎麼算吃虧 雖然沒有簽合約 但是你在這裡 有出手品 如果穿起來之後 你就不能離開 離開 應援 不再應 安排 這個王秀儒所唱的 報名 青春夢 我們會想 我不會想吃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怕生 歌曲天啊 昆青色 寒淡的陶醉 空凉凉凉凉 水是祈祷彼天 我当真君之朗 未连理心 蜜蜜夷着暗淡人生 雅塘为我 把不平 去叫声无情 梦中的客人哭 再遇见不见 好 梦中的客人 一小晚上 看著暈心生氣 看念著那些人 走出來水滴 閉上去錯亂一時 有所永遠 沒變心 想人生氣體 寶貞的青春夢啊 是來心亢興 寶貞的青春夢啊